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最新高度海拔8848.86米 是喜马拉雅山脈的主峰 珠峰独特的地位和地质 生态结构 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座山峰本身 由第二次青藏高原 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 组织的2023巅峰使命 进入封顶科考的关键期 包括最高海拔自动气象站技术升级 採集冰雪样本等重要任务 今次科考由相关领域战略科学家领军 一共有5支科考分队 13支科考小组的170多个科考队员参与 聚焦科考研究项目 包括西风与贵风协同作用和影响 亚洲水塔变化 生态系统与碳循环 稀有金属资源等等 01科考分队专门负责在海拔 6530米的冰心转取点 转取透底冰心 这次青壮科考都看现新时代智能科考的特点 采用了卫星、高海拔自动机械人、互联网、大数据处理和超级计算等新技术 例如针对极高海拔地区仪器设备的电源问题 将月球上的供电系统技术成功应用到极高海拔地区 解决仪器设备在极低温极低压下的供电问题 有例如在海拔4276米的珠峰站 科研团队利用无人机携带大器材杂装置 收集不同高度的大器人本 负责的专家指出持续开展珠峰科研 认识青壮高原的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 未来可以更好应对 而且就保护措施提供科学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